眼看着就要年三十了,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,这可真真地是要过年了呀。 前两年有个书法,城里的The Lily Lucy, Vivian,一回家,就变回了村里的翠花,美凤和二泥。 话虽好笑,在这个道理,似乎在央视主播海峡老师这儿没有完全成立。 海峡2007年开始主持央视新闻联播,到现在也有十二年了,向来以端装满的形象,出现在新闻节目里的她,一直给人一种温柔温暖又甜甜的感觉。 海峡是河南郑州人,今年正好47岁。 最近,海峡回了趟老家河南,快过年了,杨树主播竟然也忍不住要和乡里乡亲们一起喊一把。 当天,海峡穿了一件正红色的大衣,深色的衣巾和宽腿裤,显得特别有气质,走在人前总是长手挺胸, 看上去起码,要比她真实年龄年轻整整十岁。 海峡倒是一点不顾自己穿着是否方便,拿起手绢,扇子,就和一群大姐跳。 起了广场舞,何难不愧是海峡老师的主场啊。 一回到这里,海峡的笑容都要比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灿烂失败。 站在一群大姐中间起舞,一点没有文和感。 不要看海峡自17岁了,而且平时动嘴皮子动得比较多,真正让她现学现笑。 她一点不含糊,一下就学会了。 海峡人气很高,回到家乡,除了一起表演节目的乡情之外,前来观看的老乡,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好几圈。 作为公众人物,面对这样的场面,海峡也丝毫没有怯场的意思,和老哥的老姐姐们亲切对话,看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有网友把海峡的问问视频发到了网上,视频中,海峡拿着话筒,一脸笑容,头发被风吹得老高,他依然不忘和各位相亲打招呼。 重点是,还用的河南话。 问大家好,先给了大家拜个早年儿吧。 这句河南话来得太亲切,大家都惊呆了。 平时只听了海峡一口,标准的一击甲本普通话,没想到正河南话说得这么溜啊。 真是相依不改定毛栓,这股热情就,真喜庆。 海峡说,跟着大家伙排练了一边,觉得非常好,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河南人的喜庆。 这伙,最后还不忘听了大家,我们再拍一遍,重不重啊? 你海峡老师说啥都重啊。 视频一发,评论区也炸了,大家都很喜欢如此接地气的海峡老师啊。 有人说,没想到海峡恰武这么棒。 有人直观海峡荣可惧,峡接地气,甚至自己都忍不住,想要去热闹一下。 还有人不禁感叹,海峡真是央视最霸气的一姐。 海峡四十七岁了,纵使脸上有些细小皱纹已经遮盖不住,戴下了波音台的她,能有这股活泼劲儿,年龄也就仅仅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了。 海峡老师说啥都重啊。